2020台北台中米其林名单出炉了 你觉得这个获得米其林新兴肯定的餐厅 从此生意就是络绎不绝吗 你知道米其林的新兴其实是一剂毒药 甚至是杀人工具吗 米其林的加持到底是福还是货呢 而澳门赌场的开山鼻祖是赌王何鸿燊吗 不是哦 他其实是一介女流 而且呢 这个女生她的传奇故事 还被拍入电影《神鬼奇航》当中 她从风月场所的幸福物者变成了海盗 最后还变成了澳门的赌王 传奇的女海盗神奇的故事 今天都会来告诉你 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文史工作者刘灿荣 新童好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律师老师陈启鹏 新童大家好 好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新童关注朋友大家好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米其林 来看一下这么可爱的宝宝 我们以前都叫她是米其林宝宝 但其实人家也是有名字 人家的名字叫做毕比登 能够从她的手上获得星星 应该是很多的主厨 一辈子的梦想了 但是说到了这一个米其林的星星 甚至于长到这个毕比登 你不要以为她长得非常的可爱 她可是每十届地狱的生死判官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说 她是生死判官呢 因为她如果赏你一颗星星 你的餐厅从此全球之名 生意络绎不绝 但如果哪一天 她把这个星星拿了回去 餐厅可能就要坠入万丈深渊了 但她就想说毕比登长得这么可爱 怎么会被说是生死判官呢 她不只判断的是你的餐厅的生死 她还可以变成杀人工具 为什么会这么说 没错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你所不知道的米其林指南 因为有人认为 米其林到底她是天使 还是地狱判官 来 大家就去问 米其林啊 请问一下 你的品质表姐在哪里 她只粗略地跟你说了五项 哪五项呢 我都背起来了 一个就是食材 第二个呢 记忆吧 第三个 有没有创新 第四个 有没有稳定 第五个 有没有物有所知 我想讲什么 来 你最不熟 你最不喜欢吃什么料理 我不喜欢吃英国菜 因为都冷的啊 那如果你是秘密客 我就偏偏派你去英国呢 怎么办 我不喜欢吃汉堡薯条啊 你就派我去美国啦 平素食 怎么办 是 对 好啊 大家知道不客观性了 好 就发生过一个故事 出包 米其林会出包 2007年 法国有一家餐厅 叫Liboucher a Lely 她得一颗心了 她得一颗心 很多人就去吃了吧 所有人鼓掌 所有人就去吃 当然声音马上爆红 结果突然就在爆红的时候 大家在那边鼓掌 好假 好假 米其林说 不好意思给错了 不是这一间 不是这一间啊 不是这一间 真的啊 是这一间 好 你来看一下 米其林错有没有情有可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她叫 Liboucher a Lely 一模一样 但是观众朋友 眼尖的就知道 这个其实不是餐厅嘛 它是一个小酒吧嘛 对 它再怎么样最多了不起BB灯 这才可能会心急嘛 因为它是Restaurant 对不对 但名字一模一样给错 是 情有可原对不对 没错啊 没错个 情有可原长得也很像嘛 没错才怪 我差点刚刚刚到讲 没错个中元节 是 为什么 法国密探 在自己法国 你搞不清楚这两间 就上报了 红啦 是 大家就说 其实这间后来虽然是乌龙 生意还是很好 各位朋友你知道吗 其实米其林的密探 光是他们自己在法国 就只有五个 五个人吃法国整个的美食啊 是 然后他们说光法国要必须被平了 就有4000家餐厅 这么多 那我喜欢你五个4000家的话 那你要怎么分 我每天吃都没有办法吃得完啊 曾经啊 欣宏 做过法国秘密课的 米其林秘密课的人 自己就出来爆料 他说他一年要吃200间 你一定要回访嘛 你不回访 你明年怎么知道要继续让他维持 这颗心 还是继续要让他上升一颗心 还是掉一颗心 你知道上升一颗掉一颗 出人命的啊 是 好 那我们先来讲 香港详细记上海生煎包 这个也是米其林指南列为推荐的 我在猜可能是碧比登 碧比登推荐 就他现在跟你说 不是推荐给你心机 给你这种肯定吗 就他现在跟大家说再见 他不营业啦 原因是这样 来 你看他说我们现在要 从泉湾赶到尖沙嘴 泉湾的尖沙嘴有点远 泉湾的心界 必须跑到尖沙嘴来 不得已 因为房租要提高30% 房东说你被米其林推荐了 赚大钱了嘛 你房东就说要涨猪了 就他搬家 但我说不能完全砍脱到米其林 但是他的确是被砍脱了 是 来 家家甜品 这个做香港甜品的 你看看 从租金10万变成20万 空间还少一半 你因为有币其林推荐 我涨两倍的房租 但我还空间少一倍 那不得涨四倍的意思吗 是 大家还记得吗 在料理署网里面 有一个片头 讲到了August 古主厨 是 他不是青森吗 对不对 对 那他青森他原因是什么 其实这是电影 不 人家是有原型的 影射的是在2003年 青森的这位 法国主厨Bernard 是吗 我们来讲一下Bernard的故事好不好 你知道其实在1991年的时候 这位主厨他融过了米其林 三星的肯定 他的生意马上暴增了六成 而且还让他们的餐厅 成为了上市的公司 结果果然这样的压力 在他累积了12年之后 在2003年的时候 他当时耳闻传闻市场说 米其林可能会让他掉一颗心 他就跟他朋友讲 如果掉一颗心的话 我只能会轻生 结果呢 这么严重啊 他不是开玩笑 他真的轻生了 他真的轻生 他就在米其林指南公布的前夕 这是何等的抗议啊 是 后来呢 他在轻生的时候就像乙言 他说 我将永远被人铭记 是一个米其林三星大厨 而不是一个从三星降为二星的大厨 隔天 大家猜一下 米其林指南公布 他有没有被降一颗心 有吗 没有 他还是三星 对 还是三星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愚言的压力还是什么 这个我们不讨论 是 我们想讲的是一条人命 可是大家有看过 天菜大厨这部片吗 有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在电影中的片段 男主角Bradley Cooper 他演的主厨叫Adam 是 他里头有两大毛病 一吸毒 二酗酒 你知道原因吗 为什么 压力太大 各位知道吗 根据统计 因为压力太大 这些我们讲的心急 该不该有心 该不该也被推荐 为时那一颗心 为时两颗三颗 造成有一成七的人 这么多 你说主厨啊 两成七的人 喝酒 好 最后呢 我要用这个故事来做结尾 有一个韩国的主厨说 不好意思 我拒绝 拜托我的厨房 别来 米其林客不要来 米其林不要来 为什么呢 来 我们来看 当时这位主厨叫吴允全 是 她说我觉得米其林的秘密客 标准不一 浪费美食业者就指他们这些 业者的时间跟精力 是 强迫大家要成家这个测验 是 美根 她就透过邮件告知米其林 各位知道她为什么要透过邮件吗 为何 因为她说她怎么找都找不到联络的管道 只好写E-mail 她讲请别把我的餐厅列入你们的评鉴 结果她还是把她列入指南 意思就是说我就肯定你嘛 好 结果你知道她怎么做吗 她说这对我是一种羞辱 我说不要你就偏要 向米其林提告 不过我们要再来看到的是大陆现在疫情趋环 很多人都出去吃美食 很多人都跨省去旅游了 因此也带动了澳门这一个地方 整个赌场生意活络了起来 不过说到澳门 大家想到赌王会想到谁 当然想到的是何鸿燊 不过你知道吗 澳门赌场的开山鼻祖不是何鸿燊 而是一个女生 甚至于她还被名列在世界十大海盗之一 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海贼王 我们讲说澳门开赌的第一人 就是这个文明世界 世界十大海盗之一的女海盗 这中国人是一个女流之辈 大家想都没有想到是不是 她的名字叫什么 叫石阳 那个鲁名叫做香菇 香菇 不是 不是那个吃的香菇 是那个菇嫂的菇 那这个石阳 就是我们讲的后来讲的郑一嫂 就是她就是出生在这个淡家 那个时候很多淡家就想说 我既然不能够上陆地的话 那我就在海上做一些非法交易 那什么非法交易 就是特种行业 后来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石阳真的长得很漂亮 所以那时候名声传出去之后 竟然传到那个大海盗 正一的耳链 开始发动海盗对不对 就开始去捕人 抢劫干嘛 就是把这个石阳把它抢回来 要当压寨夫人那种概念 对 那个时候正一的叫做红旗邦 可是正一那时候海盗联盟 组成之后没多久 就正一死的时候 整个红旗邦 整个海盗联盟 交给谁 群龙舞首 交给 当然就是我们这个石阳 对不对 正一嫂 那时候定定很多规矩 对内对外他都有定定一些法则 对内就告诉你说这个海盗 现在抢东西不可以强奸妇人 已婚你抓来如果那个人家 妇龄已经已婚的你要把他放走 未婚的你才可以去追求人家 还用追求 不能强迫人家 对 而且你不要任意烧杀人命 对不对 可是对外 他就开始去跟那些官兵开始打 而且打了之后他这样 他把他的势力扩大范围 以前不是沿商收保护费吗 对啊 现在沿海村庄的那个商店城市 全部都要去收保护费 你渔民干嘛 你在海边把你封锁起来 那个时候蜻蜓怎么受得了 所以那时候开始要讨伐这些海盗 可是讨伐好几次 包括我们虎门邪的那个副将 对不对 还有总兵什么 全部在战役里面死亡 你知道吗 为什么 来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们刘灿龙社长 提供的照片 这就是他六年前去香港大雨山 大雨山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红旗帮的根据地 你说他这边 对 刘社长提供的照片 他那时候去考察 师弟考察 为什么这个地方 有一个电影叫做一个人的江湖 有没有 有 我看过 里面那个真子丹不是要抓王宝强的 对 没错 就是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 这个里面的水道 因为众生很深 你从港开进去之后 这个水道开始弯弯沿沿 弯弯曲曲 而且后面还有山造船基地 造炮 炮箭什么东西基地 全部在这个山后面 那你这个水道弯弯曲曲的时候 你不了解的 而且那个什么 青桃的那个大的船箭 可能卡住了 进去就搁浅了 搁浅你在这边的话 你就待宅 因为旁边的房子都是木头盖的 有没有 是 这些房子是左右前后相连 我家的厨房打开 可能就跑到你家客厅了 从我家的那个采房打开之后 可能到你家的那个什么储藏室这样 所以你说官兵要上来 搅这些海盗的话 你一直去好像米公 就整个被骰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在大雨山这个基地这个地方 你看 他们当初最大的时候 竟然拥有一千八百艘船 十几万的海盗 这比那个清军的人数还多 对啊 这个势力更强大 而且你知道 他绑了那个英国的那个船舰来之后 他命那些军人说你转我做炮弹 所以他们还有新型的新式炮舰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这个武力这么强大的话 你清兵去了当人被打嘛 那后来你知道吗 有来了一个梁光总督 叫张柏林新的上任之后 他就觉得说我不敢打你对不对 我封锁你总可以吧 对啊 竟然就把他围过 而且他找了葡萄牙跟英国联军 整个大雨山海就给你封锁起来 他出不去了 封锁了九天 我断你的补给嘛 你在这边那边 可是问题是 这是人的地头你知道吗 张宝宰跟郑宇嫂 这些海盗常年在这边生活 他很清楚潮汐风向 他趁着潮汐风向的时候 把所有的兵力 主力就往这边清军就冲了之后 整个突围而出 那他也知道说 他们那时候危急成王之秋 蜻蜓现在是跟你搞真的 联合英国葡萄牙 几百艘航舰都要来打我这样 怎么办 郑宇嫂也不是省油的灯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那时候把所有的主力 武力 人力全部都孤注于此之后 往广州城进攻 所以等到他攻到广州城的时候 你看那个战役多恐怖你知道吗 他们今天埋了地雷对不对 还有两万海盗攻进广州城之后 敌方只剩下六艘船舰 对不对 红旗帮就只有四十几个人伤亡 那清军输得很难看 对啊 输得很难看 所以后来怎么办 好啦 那你说既然你要求和 我也答应你 那大家都呼呼的 算不来 没有这回事 而且郑宇嫂说实在话 他归顺清朝之后 还不是随便归顺的 后来鸭片战争的时候 他还帮助林哲席献策 怎么样对抗英国人 不过那不管那是后话 对不对 最后还是打败了对不对 你说这郑宇嫂怎么办 郑宇嫂他就看这就 隐居在澳门这个地方 他在做什么生意 做什么 他就开始卖言 开赌场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说 大家讲说赌王何王生 那竹奶奶叫做郑宇嫂 对不对 所以因为整个澳门的赌场 就是郑宇嫂在开始 在这边开赌场奠定下来的基础 但说到了赌 还中国人真的是赌性坚强 尤其中国的历史当中 宋朝人更爱赌 当时辽军要进攻 从宋朝的时候 没有想到这个宰相扣准 他不是去迎战 他也不是赶快逃命 他竟然还在赌 就可以知道宋朝人其实呢 觉得赌比他的性命还要重要 但是要问一下启鹏老师了 刚说宋朝人这么爱赌 那我们历史上刚提到郑宇嫂 是女赌神嘛 那历史上也有女赌神吗 对 那讲到这个女赌神 我们先从大时代的风气讲起 其实整个北宋好赌成风 上到士大夫下到平民百姓 都喜欢赌博 不是只有像星童所讲的 什么宰相扣准喜欢赌博而已 甚至连开国皇帝赵匡印 据说也都曾经跟道士赌博 赌輸一座华山 所以这样的一个风气延续下来 一直到北宋末年皇帝照样爱赌 那个徽清二宗在金兵入侵 引发靖康之祸之后 他们不是在逃难吗 逃难是非常颠沛流离的事情 可是他们松一口气下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 拿出赌具来赌博 来抒压一下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整个北宋真的是好赌成风 那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风气的熏陶之下 出现了这个女赌神叫做李清兆 李清兆不是知名辞人吗 是 李清兆就是千古第一女辞人 她的生生慢非常有名 寻寻觅觅觅 冷冷清清 戚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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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 可是其实大家所不知道的是 他生平最喜欢做的事情 不是吟思作对 而是赌博 因为他小时候就尚母 那他非常黏他的父亲 那他的父亲是士大夫 经常会出席一些文人雅士的聚会 那种聚会我们都知道 是不适合小朋友去的 可是李清兆非跟不可 你说他爸爸该怎么办呢 好吧 你就跟着来啊 那一开始来的时候 还让他在乖乖旁边 好好地坐着 可是当大家在那边 饮酒作乐在那边 小赌怡情的时候 李清兆也好奇了 爸爸你在干嘛 我也要看 我也要看 那他爸爸没办法 就让他这样看 结果知道李清兆这样看着看着 不仅会喝酒 也学会如何赌博 那他赌到什么地步呢 他曾经得意洋洋地说 我非常喜欢赌博 生平最大的嗜好就是赌博 我可以一赌赌起来 不分昼夜夜以继日 而且他还曾经夸口说 无论什么样形式的赌博 无论赌大赌小 我都会赌 而且逢赌必赢啊 你看 没输过啊 对 没输过 你看他是不是堪称 是北宋的女赌神 对不对 那有一件事情 是可以看得出 他是多爱赌的情形 那同样是在靖康之祸的时候 那当时李清兆呢 就带着他的家当 跟着众人一起逃难 兵皇马乱的逃难 你说那些家当 有时候都会不小心丢失 对不对 结果他喜欢的赌具 随身带着赌具 也在那批丢掉的家当之中 当他发现 我的赌具居然就这样丢掉了 他难过好几天 闷闷不乐这样子 那后来好不容易租了屋子安顿下来 他是直接吆喝众人说 来来来 你们有谁还保留赌具的 来拿出来 我们来给他赌一把 你看 真的是喜欢赌到起点了 那他据说他喜欢赌博的游戏 有多达二十多种 那这么多种里面呢 其中有一种游戏叫做打马 那这种打马呢 有人说是麻将的前身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他的形式 有没有感觉 对 有没有感觉 很像方程之战的感觉 有没有 不过呢 他的玩法跟麻将不太一样 他的玩法是有点像直骰行旗 那同样是直骰行旗 但是呢 他会走动移动旗子 谁先让旗子走到对面 有点下棋的味道 就像象棋这样子的概念 对 那谁就赢 据说啊 旁边的人都会插花 好来博赌金 那大家 通通都是读李清照会赢 因为李清照太会赌了 甚至呢 他还曾经有写下一本 一本打马金 就是把他赌博的心得写下来 所以有人说 李清照是赌国女英雄 或者说是北宋女赌神 是其来有志的 听从想要邀请您 一起加入YouTube会员 每个月只要两到三杯 手摇引的价格 你就可以成为 我们频道的专属会员 拥有专属与你的徽章 同时你还可以观赏到 我们为你做的独家影片 欢迎一起来加入 支持我们 为大家创造更好的影片